女子200米决赛 八位选手即将登场 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 八位参赛运动员 在第二道到第九道 这个项目当中 福建选手格曼奇 包括上届冠军黄桂芬 广东飞人梁晓静 李玉婷 上午在联合队的4x100米 第四棒 这是国家队成员 第三道陕西选手冯露露 本届全员会上 女子100米 也跑进了决赛 第四道黑龙江选手孔令威 上届200米的亚军 这届比赛 女子100米的第八名 在上午的黑龙江的4x100米 接力第四棒 第五道湖南选手廖孟雪 100米呢 没有进入决赛 湖南今天上午 4x100米的第三棒 第六道福建选手葛曼奇 100米的冠军 上一届全员会 200米的第三名 上午接力的预赛 没有能够出场 第七道江苏选手 蔡雁廷 她也会奸向一个 4x400米的比赛 葛曼奇的预赛 同组第二名 上午呢 江苏的4x100米的第二棒 第八道湖南选手黄桂芬 上一届全员会 200米的冠军 第九道广东选手梁小静 100米的季军 她也跟葛曼奇一样 在4x100米上午的预赛当中呢 没有参加 但是她一般来说呢 会跑第一棒 即将开始 黄桂芬呢 在上午的4x100米 联合队的比赛当中呢 她是第三棒 亚洲记录和全国记录 都是22秒01 比赛开始 女子200米的争夺 来看看在这一箱 谁能够发挥的更加的出色 第六道的葛曼奇 现在下了弯道之后 位置非常的靠前 下了弯道 葛曼奇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上 葛曼奇 女子100米的冠军 现在排在第一位孔令威 迅速地上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 葛曼奇最后的冲线阶段 梁小静也在往前拼 第七道的江苏选手 蔡雁廷获得了第二 葛曼奇的这一枪 再次拿到了冠军 赛后她和梁小静两人 拥抱致意 23秒04 最后的确认成绩 是23秒05 获得冠军 蔡雁廷23秒15 创造个人PP 拿到了第二名